一块鲜嫩的肉吸收酱汁的精华 在烤炉上散发诱人香味 这块肉看似一般 它的出生地其实是实验室的培养米 它是一块人造鸡肉 创造它的加州Gumi公司 近期邀请了多位烤鸡爱好者进行试吃 它是真的相似的鸡肉 特别是它的味道 它有点相似的味道 我认为是鸡肉的脂肪 但我会比较相似的鸡肉 它有点相似的鸡肉 它比实的鸡肉更加准确 但它的味道非常好 鸡肉的味道非常相似 虽然业者和专家都希望 未来能多生产这种人造肉 来保护动物和环境 但普通百姓可不这么想 根据美联社的调查 只有18%的美国人表示 非常愿意尝试人造肉 在不太愿意尝试的民众中 有一半人认为不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 人造肉确实隐藏安全问题 如微生物污染 生物残留物和过敏源等 目前只有70家食品公司 开始研究和制造人造肉 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预测 到2030年人造肉的产量 将达到数十亿磅 但这只占全球肉类供应量的 一半左右 还远远跟不上人类的需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导 首席 前方达到1931年人造肉 正如一带到1931年人造肉 每个人参译所在病毒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原权